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开玩笑说 饿的 是啊 我们都知道减肥就是要管住嘴 迈开腿 倪平减肥的过程和其他人一样 没有捷径 就两个字 自律 最近 看了央视一档节目印象深刻 他讲述了一位医务工作者坚持游泳18年 最终战胜癌症的故事 二十年前 四十多岁的张雷被查出患了癌症 三次手术后 医生未婉地告诉他 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四十几岁的年纪 正是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的时候 医生的一句话 就像是给自己的生命 加上了一个期限 一切对未来的憧憬 都可能变成虚幻 即便如此 还是得坚强 不能还没被闭魔打败 自己却先投了下 张雷爱好游泳 治疗期间 他决定将游泳提上日程 一天不辣 不给自己找借口 不给自己留退路 就是要跟癌症死磕 坚持游泳十八年 他曾面临数不清的难关 天冷的时候 家人劝他休息一天 他果断拒绝 冒着大雪去游 临时有事 朋友劝他下次再去 谁知他办完事 马上骑车去游泳馆 十几年间 张雷参加了很多游泳比赛 斩获了不少奖牌 不少病友 被他的坚持感动 受到激励 也跟着他一起组团游泳 坚持游泳二十多年 张雷的癌症没有复发 堪称一个奇迹 关于游泳 张雷说 奖牌不是最重要的 健康才是最大的奖励 经历了这么多 才明白 生命有多么鲜活 活着 运动 参与 是多么幸福 自律的人 有多开挂呢 大概 可以让你 多活一次吧 复旦大学青年教师 于娟 在2009年 确诊患乳腺癌 在和癌症抗症的 一年多时间里 他一直坚持写 病中日记 在日记中 反思生活 引发很多网友的 关注和热议 2011年4月 于娟此时 留下了70多篇 癌症日记 第一 我没有遗传 第二 我的体质很好 第三 我刚生完孩子 喂了一年的母乳 第四 乳腺癌患者 都是45岁以上的人群 我那时 只有31岁 我想 我之所以患上癌症 肯定是很多因素 共同作用 累积的结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 他开始冷静下来 客观分析 为何癌症会找上他 最后他找到了三点原因 一是瞎吃八吃 暴饮暴食 于娟个性率性随意 吃东西讲究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二是 熬夜沉饮 缺乏睡眠 生病前十年 他从没有12点之前睡过 学习考证书 网疗 吃饭 K哥 填充了他的每个夜晚 三是 突击作业 作息不规律 顶着读书的名头 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生命 各类考试都拖延到最后关头 突击准备 埋头苦学时 从不考虑健康 身体 下死手去折腾自己 管不住自己的嘴 无法控制自己的作息 严重的拖延症 总结起来 就三个字 不自律 十年如一日持续性自律 帮助张雷 抵御了癌症的袭击 成年累月的放纵 却挥霍完了 于娟的健康 少有人走的路中 有这样一句话 自律 是解决人生问题 最主要的工具 也是消除人生痛苦 最重要的途径 不自律 是我们人生路上 最大的敌人 它不仅阻碍 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直接威胁着 身体的健康 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有位叫真美的女士 身高1米63的真美 体重足足93公斤 然而 十年前的她只有58公斤 让她十年间胖了 70斤的罪魁祸首 就是毫无节制的饮食习惯 视频中有一个片段 是真美为家人准备晚餐 她做了25块炸鸡 六大片炸猪排 12条炸虾 满满一碗的东坡肉 一大碗烤猪肉 还有大量的肉酱 意大利面 分量惊人的油炸食物和肉类 完全不像四口之家的食量 真美大口大口吞下猪排 接着夹起一块块炸鸡 还用意大利面配米饭 吃得津津有味 一边贪婪无度地享受着美食 一边难掩笑容地说 这些都是自己最喜爱的食物 没一会儿 丈夫和儿子都吃饱了 真美还要将分量很多的剩菜吃光 她自己也承认 可能因为这样才会越来越胖 吃完晚饭 收拾和洗碗的工作 就交给了同住的妈妈 真美则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真美的丈夫接受采访时说 妻子几乎不动 吃饱了就躺着 一直重复着吃饱睡 睡好吃的状态 毫无节制的饮食 拒绝运动 不断放任自己 让真美的体重越来越惊人 听过一句话 你的身材就是你最好的名片 十年前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 没有举办婚礼 没有穿上自己心仪的婚纱 一直是真美心里最大的遗憾 而如今有条件穿婚纱了 浑身上下的坠肉 却使之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选择自律还是放纵 你的身材会给出最真实的答案 美国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分成两组 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 顿顿管饱 另外一组严格控制饮食 只让他们吃七八分饱 十年过去后 敞开吃的这100只猴子中 很多体胖多病的猴子 有得脂肪肝 冠心病 高血压的 100只猴子死了50只 而控制饮食的那100只猴子当中 只有12只死亡 15年后 顿顿吃饱的猴子都死光了 高瘦的猴子 都在七八分饱的那一群中 不要小看饮食上的自律 节制有度的生活 看似痛苦 但长久下来 瘦意匪浅 颜格林在写作是自律 并坚持的日常生活中 提到过自己的自律生活 他每天写作六小时 每隔一天就要游泳1000米 每隔一两年 颜格林的名字 就会出现在畅销书架 或者改编的影视作品上 他总会被问 你怎么能如此高产 颜格林的答案是 我当过兵 对自己是有纪律要求的 当你懂得自律 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村上春树 在《我的职业式小说家》里 也提到 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 你就会享受到他的快乐 他给自己制定的生活守则是 早睡早起 不说泄气话 不发牢骚 不找借口 每天跑十公里 每天坚持写十页 要像个傻瓜似的 正是这种高度自律 让他有精力能够持续产出 优秀的作品出来 安东尼·罗宾说 塑造你生活的 不是偶尔做的一两件事 而是你一贯坚持做的事 最近看到一段话 觉得很理智 仔细想想 其实你的竞争对手 从来就不是其他人 你的竞争对手 是你的拖延 你的自负 你的不健康饮食 你的懒惰 和你长久以来的坏习惯 如果能克服他们的话 你还怕谁 每个人都渴望 过上自律的生活 优异的成绩 完美的身材 规律的生活 健康的体魄 凡是好的东西 几乎都是通过自律得来的 说不想自律的人 不是不想要自律的后果 而是惧怕自律 要付出的代价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心理舒适区 它就像一个圆圈 在圆圈里 我们感觉最舒适 而圈外 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看到圈外的自己 体重减轻了 身体变得健康了 吃外卖的次数减少了 更常在家做饭 坚持读完了某本书 而不是躺在床上 一遍遍刷着微博和抖音 很遗憾 这些我们感兴趣的目标 都要经历不舒适 才能实现 不懂节制的人 总是在内疚 焦虑和无尽的悔恨中煎熬 而自律 才是唯一的救赎 所谓自由 不是随心而育 而是自我主宰 而自律 就是每个人 对自己的要求和修炼 一个人可能达到自律的级别 就是一个人 能够掌控自己的级别 这一辈子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对手 但最强大的对手 其实 是我们自己 好了 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本期读者 我是杨子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晚安 不温柔 赎耳心 杨子 你又不担心 飞机飞过天空 天空 天空之城 沦云下的黄昏的我们 如同时公开天空 天空之城 感觉着你忽明忽暗 我想回到过去 沉默着欢喜 天空只剩在哭泣 越来越明亮的你 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瓶 折磨着我 也折磨着你 刚到妹妹 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鲜明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天空只剩在哭泣 刚到妹妹 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鲜明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刚到妹妹 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天空只剩在哭泣 刚到妹妹 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天空只剩在哭泣 无法呼吸的爱情 无法呼吸的爱情 只剩我在一宵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